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游走英国的YouTube频道 今次跟大家讲一下旅行搭飞机的小知识 在移民group或者以前的旅行group 间中都会见到有人分享 有关自己飞到目的地 但行李没有出现的行李失踪事件 虽然大部分行李最后都找得回 和安排送给你 但没有了行李或多或少 都会对你做成一点不方便 尤其是如果你去旅行 没有衣服和随身物品 都不知道怎么办 绝对素兴 虽然这些像是一些无可避免 不幸的黑仔事件 但其实有些事情做了 都可以减低自己成为受害者的机会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是 三个减低记初行李失踪的做法 我选了三个比较常见行李失踪的原因 和对应的预防方法 希望给大家参考一下 提提你 记住订阅这个频道 按旁边的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这里的新片 还有就是留言 like和share 或者按画面下面 深深深fanks的按针 让我支持一下 不如让我分享一个亲身经历 话说有一次公干 由以色列经西班牙马德里回香港 晚上到马德里拿回行李 在酒店睡一晚 第二天中午再搭飞机回香港 在以色列下班 只是穿着西装 拿着公时包的上机 谁知道去到马德里等 也没有我件行李 直至行李出了之后 就去问地勤 他们都不知行李去了哪 那我就说我身上 什么衣物都没有 还要整夜晚10点 想买都买不到 他最后给了一个过夜包 我自己搞定 里面有一件白色的T 白色短裤 和少少个个人物品 就这样勉强捱过了一晚 第二天穿着整套西装 去机场check in 可惜还没有我件行李的消息 那就唯有这样上机 幸好最后都送回行李给我 但是都很影响我心情 不知你又有没有遇过我 不见行李的事? 不妨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情况 和航空公司如何处理 超短转机时间 type connection 住在香港比较幸福 去大部分的国家热门的旅游城市 例如日本、澳洲、加拿大、欧洲、东南亚 都有直航机 行李由香港装上飞机 去到目的地就拿下机给你 出问题的机会比较小 但是自从COVID 现在去英国、加拿大、澳洲 很多时候都找不到直航机 以去伦敦为例 都要经新加坡、中东、土耳其等等地方 转机才去到 乘客转机就很简单 拿着手提行李就这样下机 然后走去下一班机就可以 但是行李就麻烦些 首先简单讲解一下 通常转机的行李是如何处理 举例 你由香港经新加坡去伦敦 在香港 你的行李就会和其他跟你一样 去到新加坡会转机的行李 放在一个或者多个行李大铁箱里面 然后这些铁箱就会装上你的那班飞机 飞到去新加坡 首先就会由飞机拿回来 然后行李就会由拖车拖回行李处理区 再放上行李处理系统 重新分配过去你下一班机 再装上大铁箱 再拖出来下一班机装上飞机 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可长可短 一个钟以内的转机时间其实都算短 如果你坐的航空公司做惯转机生意 例如阿联游 卡塔尔 芬兰航空 星航等等 他们处理的时间就会短些 但是预备某些机场人手少些 效率低些 例如欧洲或者美国的机场 行李转不设的机会就会大些 另外就是如果第一程和第二程机 都是同一家航空公司 行李成功转机的机会都会大很多 因为他们会用同一间地勤公司 他知道哪些行李是趕时间 会容易些作出安排 他们都不想自己的客户 去到目的地投诉没有行李 但是如果由A公司转去B公司 还要很短转机时间的话 行李转不设的机会就会大些 因为就算B公司知道行李趕着要 但A公司手脚慢 又或者不够人开工 下行李的时间用多了 B公司都只可以等 因为他们不可以过去抢人的行李 到最后 够钟开机都还没有行李的话 飞机正常都会照飞走 而你就变了傻子 去到目的地才收到这个坏消息 所以买需要转机的机票 就要看清楚转机时间的长短 两程或者三程机 是不是同一间airline 可以的话就尽量转一次机 因为转得越多机 行李不见的机会就越高 在香港去旅行 因为是自己地头 再加上有都市传闻 或迟些时check in 被upgrade的机会会高些 很多人都会遇到很迟才去机场 在check in counter 临收档之前一刻才到 检查一下护照 转一下窗口位 这样搞定了 先将你的寄出行李 慢慢由输送带送去行李系统 在香港这么有效率的机场 就肯定是好少出事 不过如果在外国机场 你太迟才去到check in 你的行李算不上得及你的机 就很难说 不经的行李不像路由巴一样 你check in 完就拿上飞机 在上面也介绍过 他要经过一大论程序 再找车车出来的飞机 因为你太迟check in 之前提过装行李的铁箱 就已经拖擦出去飞机 剩下你迟来的两三件行李 就要分开再找车车出去 问题就是这些车不是无限量 不是一见到你的行李就马上有车 除非你是他 又或者遇上行李系统繁忙 例如最近Bank Holiday 都有出现机场大西塞 你的行李处理的时间也会比平时短 又或者整个系统 符合过重而单机 那结果你的行李就可能会留在机场 踏过飞机的你都知道 去check in 时 地勤会把一条行李贴上你的行李手腕 这条行李条就像你的行李的身份证一样 告诉人家它属于哪个乘客 坐哪班机去哪里 去到行李运送系统 将它送到你那班机的行李带 再跟着其他行李一起运出飞机 那如果这条行李条不见了 你的行李就会变成无主沽云 没有人知道它的主人是哪个 以及它会去哪里 那就当然不会跟你上同一班飞机了 不要以为这些事好笑发生 如果你的行李不是很实正 又或者装到20-30公斤重 混上工人拿起这条行李时 都随时整个手腕会脱出来 又或者是红白蓝袋 那个手腕都未必稳妥 解决方法 通常行李都有多过一个手腕 一个在顶一个在旁边 最好两个手腕都挂上 有自己全名的行李牌 如果可以写下你坐哪班飞机 就会更加好 万一没有了一条行李条 都还有一些资料给地勤知道 建行李属于哪个 如果用红白蓝胶袋 或者寄纸箱做行李 都可以将这些资料用油筆 写回袋或者纸箱上面 除了在不见了的行李时候容易找回 还可以减得在目的地行李 但是被人拿错的机会 Touchwood如果以行李上不设计 航空公司会怎样做? 如果你坐一些比较有交代的航空公司 恭喜你 他们一般会尽快将一件行李 交给下一班机 运回目的地给你 万一几天才有一班机的话 就可能要等几天 因为在航空公司的眼中 你这件行李的priority不是最高 如果飞机只剩一个位置 可以放一件行李 你会选左边还是右边 这件行李上机? 你当然会选左边 但是航空公司就会选右边 因为反正你的行李都迟了 数都已经投了 遲一日和遲几天 都是要被你骂的 但是右边那件行李 客人还在飞机 送到上机就少一个投诉 所以如果遇上工作繁忙 飞机货仓不够位的情况 你的行李就可能要再等久一点才收到 希望以上的资料可以帮到你 如果想知道多点有关旅游 坐飞机的其他攻略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还有记得like和share 下次见 拜拜